离开高桥 设置组沿河行进 去探访这条人工运河 与瑶江对接的大溪坝 瑶江虽然能够直达宁波市的三江口 但受海潮等因素影响 时常不利于通航 因此在900多年前 人们开凿了西塘河 为了实现航船在瑶江与银溪内河的接驳 宋代保佑元年 也就是1253年修建了大溪坝 古城西渡宴 大溪坝村也应运而生 如此算了 这个村落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被评为浙江省的历史文化名村 我们联系到了村委会主任 许再龙做向道 走访大溪坝村 这是凉亭 我刚刚上面写了一个水字 这里都写的诗 与西风尘也堪托足 也就是刮风下雨的话 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稍微歇歇脚 南来北往到此问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当年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 通过这句话也能还原下当年这个场景 运河上也是船来船往 这里也会有很多人来人往 所以坐在这个凉亭里 大家聊聊天 到此问今 互相问一问您从哪来的 你做什么生意的 原来的一个小的休闲的凉亭 凉亭依水而建 横跨在通往码头闸门一条必经之路上 短短几百米的路 原本就建有三处凉亭 供往来商谷 学子 游人 临时街角 由此可见 当时过往大西坝的客商和行人之众 大西坝村现有人口九百多人 老一辈的人大多总是与船闸相关的工作 跟随徐在龙 我们一起去拜访一位 曾经在坝省工作的老闸工 老龙 您好 是方爷爷是吧 徐主任告诉我们 您家里这个祖上是闸工 对 为草 就这个大西坝上 对 草包 是做这个的 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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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您好 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帽子 帽子啊 这是什么材料啊 这是屎皮草 树皮草 您做这个帽子用来做什么 自己大还是要卖啊 没有 一顶能卖掉多少钱 一顶六块 一顶六块钱 那多长时间能编这么一顶帽子 一天两顶核费 一天能编两顶 所以在照顾完家之外 还能编两顶帽子 赚一些这个贴补家用的钱吧 一顶六块 一天十二块 冯信良老人 今年已有87岁高龄 他的曾祖父 因为从事与船渣有关的工作 从临近村落搬到了大西坝村 并再次定居下来 一直居住在这栋老房子里 他们有两个女儿居住在城里 他和妻子习惯了村子里的生活 不愿跟随孩子搬到城里去住 我特别理解 首先是习惯了住在这个村子里面 另外就是这个房子一百多年 家里几代人都住在这 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就不能论大小和这个基础的 这个房子条件了 那您房子一直没变 您说现在生活好了 给我们讲讲哪好了 怎么就说现在比以前更幸福了 村子的面貌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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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区跟老师说我们不过了 工区有时候要死亡家事 包括外星 老师都要死亡了 又要清爽了 那メス村不村不村 工区够一些 工区够一些 从事熬生的 嗯 说到生活的变化 两位老人领我们来到屋外 看看他们世代居住的老房子 这个是个什么呀 就这个 它起到什么作用 是给你留着这个室 这是收集下雨的雨水 我想知道一下 这个是哪一年搭的 有那么多年了 以前没有自来水的时候 就收集雨水 是吧 浙东地区虽然河流众多 但受到海潮影响 淡水资源也十分珍贵 因此在系通自来水之前 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积蓄雨水的设施 这一地区开凿人工运河 除了为了更加方便通航 也同时兼具积蓄淡水 灌溉农田的作用 隔绝内核淡水与潮溪江 就是大西巴的主要功能 旁边是一个石门 这里写的是电动启动 58年的 您说十多年前这里还过船 船就从这个石门里就能过去 从对面 电动启动车 两个钢尺群 两个巨箱机一样 巨口去 这样拉上来 这样放下去 那是不是您那会儿 在这上班的时候 一般我买一张白鸽 没有它呢 我就放在这里给你买一张白鸽 所以这叫大西坝 我们现在看到是大西坝的闸 就是一个水闸 1958年建造的这座水闸 代替了古代的大西坝 在当时已颇为先进 采用电动控制闸门 满足船运的同时 还可通过闸门控制水位 2019年 与水泥坝相邻的位置 又建成一座 更加现代化的水闸 已经开始投入使用 那您年轻的时候 有想过家乡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吗 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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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国家法制宽言 可是对于您来说 您的外公 您的父亲 您原来都是在这个运河上 和这些船打交道 现在这些生活 这些工作 这些工种都没了 心里会有一些失落吗 可不是 一定要享福的 不失落 绝对是一种享福 应付的 生活好 比我快 所以看到还挺开心的 门前变成了一条 静静的河流 由于通航能力的限制 如今浙东运河体系中的人工河岛 大多不再承载航运的功能 而主要用于农田的灌尬用水 吨位更大的船只 转而行驶在更加宽阔的 窑江之上 进冲凝波 窑江上巨大的船闸 也早已代替了大溪把这样的 古代水利航运手势 更加高效地实现着 大型船只的转运功能 使得浙东运河体系 依然发挥着通江达海的巨大作用 夜幕降临 设置组再次回到宁波三江口 璀璨的灯光点亮了整座城市 李所长又带我们来到了 上午拍摄过的三江口 又来到这个位置 我看了一下周围的景色 好像都不认识了一样 完全换了一副面貌 灯光非常漂亮 我们现在看到的14楼五桥 是我们根据三江口 这个整体暗线的分布 选择大型的大楼 然后做楼面立体灯光的一个设置 而且在这个桥梁上面 跟建筑上面 跟光都是可以互动的 我们整体统一控制 然后把所有的大楼立面 就当是画布一样 然后这些画布在水面上 又形成倒影 而且我们也把更多的 宁波文化的元素 展现在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在观赏夜景的同时 能够了解宁波的城市文化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宁波作为运河通达 东林大海的冰水城市 由于水系的相隔 主城区被一分为三 水的风格也让宁波的城市景观 更加的丰富多样 为此 宁波从2009年开始 逐地打造三江六岸夜景景观区 让人们更加充分地感受到 运河赋予这座城市的魅力 从远方的家的角度 了解到大运河 我们作为起点 来拍摄这第一集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自豪 并且把这个家园的形象 包括大运河的起点形象 展现出来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的开心 所以你听说我们设计组到来 也非常被家乡感到开心 我觉得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而且也非常值得告诉大家 来到宁波 或者通过宁波了解大运河 感受到宁波本身的文化 是这样的 李所长他们还给我们准备了 一个惊喜 一个小小的启航仪式 是吧 我也没有看过什么样的 是这个灯光秀大屏幕上 可以显示出大运河的内容 对 我们准备了倒计时 然后祝福我们的节目组和大运河 在宁波顺利起航 而且也能让大家了解宁波 了解大运河 现代的科技手段 可以方便地变换 液景工程所要展现的内容 成为一座城市展现自身文化的 一个绚丽平台 设置组为追寻运河而来 宁波也以自信与包容 给大运河的启程 留下了难忘的瞬间 这源于一个共同的愿望 就是将久远而灿烂的运河文化 在新的时代中 重新展现给世人 五 四 三 二 一 起航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大运河的一个水路走势图 这也将会是我们 大运河设置组未来的行程 我们从宁波出发 一路北上 经过六个省两个直辖市 二十六座城市 全长两千七百多公里 最终到达北京 这条穿越千年的运河 沟通南北 塑造辉煌 有无数的人穿行在旗帜中 留下了太多的故事与历史 就让我们从宁波启航 共同去探寻 大运河 我们来了 我是第一次了 天真烂 一 sehen 阿尼 天真烂